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什么叫大有盼望 所谓的大有盼望 这里摆明 点明给我们看 就是 充满喜乐平安的意思 所以 我很有盼望 你很有盼望表现在哪里 看你喜不喜乐 看你平安 就证明你是大有盼望 否则就只是一个口号 嘴巴讲讲而已 所以感谢主 这一节圣经 在艰难的时候 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 因为我们的神 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然后 这个盼望 往往是出乎意外的 因为 环境 是让我们没有盼望的 所以才需要 借着圣灵的能力 来让我们大有盼望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在没有盼望的时候 在一个不应该喜乐的时候 不应该平安的时候 他竟然能充满喜乐平安的话 那是应该圣灵的缘故 应该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 把喜乐平安来赐给我们 是不是这样 这些圣经啊 这些圣经啊 我觉得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 再三的把它背下来 我们再读一次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能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这个喜乐平安啊 他特别提到 猪般的喜乐平安 这个 是一个 完全的 各式各样的喜乐平安 不是 环境好了就喜乐平安 是各式各样 充满 是出乎意外的平安 来充满我们的心 所以这就是我们 我今天啊 很想交通的一个点 我今天 本来以为不能来的 但是 很意外的 真的出了意外 我记得 在大概两年前 1月20号 今天是12月9号 再过一个多月了 就是两年了 我的外孙女 她不是要做一个手术吗 她那个时候才十个月大 那我为这个事情啊 我非常的伤痛 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很爱她 那么我也请弟兄姊妹 为她代导 你大家还记得这个事 那么 叫各处的弟兄姊妹 也为她代导 那么 在这个事情上 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经历 就是 我们的祷告 神是听的 那越多人的祷告 神的荣耀 神的能力 就显得越多越大 所以在我外孙女这个事情上 我再回顾一下 讲到手术的过程 其实真的是很难让你喜乐平安的 因为她才十个月大 要全身麻醉 这些 我都很害怕 因为一个小孩 还算是baby 这个全身麻醉 会不会影响她以后的距离呢 手势的过程怎么样 等等 我都为这个 我都 真是 非常的不安 但是感谢主 这个借助祷告 所以我就问大家 你相信祷告的力量吗 祷告 主一定随听 这个是我们 从经验里面 不是用个口号 不是光是理论 是从经验里面 我们摸回来的 我们得回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必害怕 生活里面 总有很多的苦难 我不如意 但是 我还是问大家一句 你相信 祷告的力量吗 好 这个祷告 还不光是你一个人的祷告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难处 交托出去 给众教会 给弟兄姊妹 一同为这个事情祷告 所以在我外孙女的事情上 我看见这一点 那好 那到我自己的事情 又怎么样 所以这一次 我大概 都跟大家讲过了 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就 大概讲一下 这个 我是从 这个温国华 传福音 回来之后 这个是验身体 其实是验血报告 之前已经交出去了 交去两个医生 一个是我的家庭医生 一个是我的专科医生 因为我肝炎 很长时间的 那么所以呢 一向以来 这个我的血 验血 就交出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家庭医生 一个是专科的医生 那么 好像好几年都没什么事 那么这一次 在我从加拿大回来之后 我也去 要看报告 就去家庭医生 那边去看 他说没事 一向全部正常 这个 嘴啊 各方面都好 OK 那 那我就没事 那但是呢 这个 专科医生那边 打电话来了 说 可能有事 那么 后来 验 果然是有事 所以我就回头想 如果 我没有看这个专科医生 因为我也不太想看 反正没事 那么多年 有个家庭医生说没事 那就算了吧 那如果 一直没事 我也不管他 那也许就 后面就很严重了 所以 这次有事呢 是什么事呢 就是 就是那个肝 这个肝 就长了一个肿瘤了 那个肿瘤还蛮大 这个肝 我要稍微 解释一下 肝癌呢 是癌症之亡 除了胃胀以外 胃胀也算是 但是 胃胀的人比较少 这个肝癌的人比较多 因为尤其是从印度的 从香港的 从大陆的 从台湾来的人 这个从小感染肝炎的人 就很容易 好 这个 他为什么是癌症之亡呢 是因为 他发现的时候 因为肝是没有神经的 没有痛感的 到他发现的时候呢 都是很晚期 所以很多时候 一发现 活不了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半年 就没了 这是一种的情况 另外一种呢 就是 很难开刀 尤其呢 长得大 因为肝的 很多部位 是不能开 不能动刀的 会影响肝功能的 所以也不能开 好 第三点就是 即使能开 但是很容易就 就复发的 就再来的 所以就是这几点 让肝癌的死亡率 是很高的 所以这就是 我过去几个礼拜 我一知道 这些讯息之后 我第一时间 跟大家讲 我将会面临一次的苦难 这个苦难会 如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也是一个一生 把自己的生死 都摆在手中的人 所以我里面呢 基本上是平安的 但是呢 我就对这个世上 有几样我的软弱 第一个就是 我很怕痛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所以我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很害怕 第二呢 我很怕 抚累 这个 这个拖累别人 这个路我 拖得很久 那么让我的家人很苦 我也是很不愿意 那第三点呢 就是 我很爱 我的外孙女 这个跟那个外孙 我外孙 刚刚前几天 十一个月 刚刚会走路 比美这个王爷呢 十一个月就会走路 我的外孙女 是一岁三个月才会走路 但是外孙呢 十一个月就 批巴批巴造了 这个 我就非常 很高兴 这个 所以就很守不得 我希望 我有机会 看着他们 比较长大一点 这是一点 伦理方面 还有呢 就是 我太太身体一直 也不好 师母 我是家里的 主要的劳动力 那么如果我不在 那对她 也许生活上 也许会面临 很大的艰难 所以 这几点上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虽然是一个传道人 但是还有她的 情感因素 所以 我这次 我先调节好 我整个心理的状态 那我就开始 看看怎么办呢 当然这个 在美国治疗的方法 是很多的 但是 听听就够了 这个是否真能 我也不太相信 医生每一个都说 这个没事没事 怎么之类的 我也不太相信的 然后 这个 想讲这个 治疗的方法 我这次面临什么事 我看过一个 开刀医生 但是我不太愿意开刀 虽然她说可以 那我 宁愿 这个 用 开刀以外的 一些方式 那么 现在有一种的方式 叫 全塞 化疗法 这个 也不新了 大概有二十年了 但是 这种方法呢 效果如何 还没有人讲 绝对 但是 什么回事呢 就是 它不用切割的方式 因为肿瘤呢 切割是一个最简单的 切了就没了嘛 但是会 会再来的 会复发的 麻烦 所以 这个肿瘤呢 就好比一个 一个 叛变的基地 一个 一个 一个身体里面的 一个坏分子的 一个基地 一个层 你可以把整个层 把它弄掉 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是把那个层围住 断绝 它的营养 它的供应 围层嘛 那么呢 还把军火 这个火箭啊 什么的 打进去 把里面 层里面的 那些坏分子 把它杀灭 好 那我现在 刚才讲到这个 全腮 化疗法 就是这种 所以呢 我的身体呢 就要面临 一次的大战 这个大战呢 就是 要 全身 来 预备 预备 我的精神 预备 我的 整个心理的状态 要把许多的 这个 东西 围住 这个层 围住肝 肿瘤 这个地方 那怎么围呢 好 它就是 用一种 很 很 奇特的药物 这种药物呢 恐怕有两种 把它调和起来的 一种呢 就是 把那个肝 动脉 塞死它 好 什么意思 就是 那个肝癌 肿瘤呢 通常 它是 要接受 动脉 就是血管 的供应 那么肝 动脉 是它 主要 供应营养的 一个地方 这样清楚了 所以呢 第一个做法呢 就是 要有一种 药水 把那个肝 动脉 塞 把它塞住 当然不是长期塞了 这个 这个药物 也只能短期 作用了 所以呢 我 这几天 所做的事 第一件事情 要把我的肝 动脉 血流 把它塞住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投放 化学药物 到 那个肿瘤那边去 那么 究竟 效果有多少 不知道 要四个礼拜之后 再照 CT scan 这个 这个 才知道 效果如何 什么知道效果呢 就是 如果你的肝 肿瘤 缩小了 就证明有效果了 那么 要不要再做第二次 到时候才讲 所以呢 我前几天 所做的是 就叫一个 treatment 就一次的治疗 就叫 化疗的方式 而这种化疗 跟我三十几年前 做的化疗 是不一样的 三十几年前 我做的是全身的 所以又掉头发 又脸色 又脸黑啊 什么之类 很惨的啊 把人 那这一次呢 是一个集中的 集中 专门针对肝的 一个化疗 跟全腮的方式 那么 不知道大家听过 这种方法没有 以前我是听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要面临这种方法 好 那我大概讲一讲 这个过程了 他怎么把药物 打到肝里面去呢 怎么弄到血管里面 到肝东脉去呢 对不起 我今天讲的比较细致一点 主要告诉大家 神其实在其中 是有保守的能力 好 这个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 听着你不要害怕 我听了我都有点害怕 事后 这个 他是从你那个大腿缝 从你大腿缝 大腿缝呢 其实是一个 下半身 下半身 主动脉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下半身 有伤的话 流血不止的话 你就按着那个大腿缝了 这个血就会止了 你大概知道 急救的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呢 医生 知道这个 大腿缝 主动脉的地方 是接上去呢 就流到 一直流上去 到肢流呢 就流到肝东脉的地方 动脉接动脉 这样清楚了 好 所以呢 他要用一条导管 插到那个 这个肝动脉去 一直伸展到肝 伸展到肝的肝动脉 主动脉 主动脉 那么就开始投放药水了 好 那个过程呢 请注意啊 这是 动脉的问题啊 就很容易血流不止的 对吧 你动脉一插插进去 然后冲动过去 哇 这个 这个 这个要非常精密的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我也很佩服 美国的医疗 他正是用一面 我也不知道什么镜 这个总是一直 看着那个肝 我是看不见的了 但是我整个过程 我是知道的 因为我只是 局部麻醉 这个你非常清晰的 每一个过程 你都很清晰的 每一个痛感 你都很清楚的 那个 要不你打下去 那个 那个内脏 那个烧啊 你都很清楚的 哇 这个 这个在烧你的 肝的那个感觉 好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是 因为我是找过资料 我知道 在做完 做的过程当然很危险 做完也是很难受的 做的过程的危险 是这样 它一方面弄进去 这个要非常的精密 这个 用什么闪失 就是血流不止啊 好 那么最难的是 其实是在 弄完了之后 拔出来的时候 把那个导管啊 拔出来的时候 很容易啊 这个 这个动脉 血流不止 好 所以以前的做法呢 以前的做法呢 是用硬 把它压住 压 压 压很长 很长时间的 就是用压几法 压 压血管 我们都知道 压了血管就可以 血流就可以暂缓的 所以一直压着它 压完了之后 要把它包扎起来 就整个右腿啊 就不能动 那么包起来 包多久呢 就包大概八个小时 不能动 好 这个 这是过去的方法 但是现在呢 有一种新的方法 我后来才知道 我后来他给我一张纸来看 我说 原来呢 他现在有一种 比较新的方法 这拔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 又释放中 三种的 那个 粘合剂 这个 这个治疗真厉害 就是把那个 血 伤口的地方 血流的地方 把它封住 所以呢 这个就不会血流不止 但是 你还是不能动 还是要绑着那个腿啊 四个小时 不需要八个小时 四个小时 好了 这个 我怎么尽力主呢 没关系啊 我还能讲啊 我都不能讲 我就坐下来了 我怎么尽力主呢 我想一次我就讲不完 我下次还会再讲 我这次讲的比较要害的点 就是 插下去当然痛了 拔出来也痛 烧灼也痛 但是很奇怪哦 在过程里面 我竟然不觉得怎么痛 为什么我不觉得痛呢 因为有另外一件误会 他也许他信息 他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 就是做这个手术之前啊 你一定要把你的小便拉干净 那我拉过 那我觉得就够了 所以那个护士还讲 哎 你要想清楚哦 做手术两个小时的哦 两个小时你别怕拉 拉小便哦 那我就去圣地雅哥 拉了之后 你不是开车去圣地雅哥 两个小时吗 那去到那边就拉了吧 是不是啊 所以我觉得两个小时忍得没关系嘛 好 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呢 到 做的过程 因为你知道整个过程我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 我一做的过程里面 我又觉得尿很急 憋得很苦 那但是你在做手术 你怎么能说我要去上厕所 不可能 而且要绑住不能动的嘛 所以我就忍着 但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下去了 我就跟 那个 人讲 我说我逼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他说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 我就把他爬出来了啊 那个把那个导管出来 我说好 再忍两分钟 我想不到 忍完了两分钟之后 他说你有四个小时不能动 我说还 两 你不是说两分钟 我这样还要等四个小时 他说我死掉了 是吧 我爆炸了 是吧 那个膀胱 他说好吧 我就给你一个尿瓶 你自己拉吧 我 你想想看哦 那个姿势是你平躺的 然后有一个陌生人 把一个尿瓶就塞在你那里 然后你叫你拉吧 你怎么拉 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人拉得出来的 我说你为难我嘛 是不是 你说怎么还拉不到 还拉不到 他这个没有同情心 在那边 就是有点好笑 我说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你把那个尿瓶给我抱住 结果呢 我出来 吹出来的时候 我就抱着那个尿瓶 没有尿的 抱着那个空尿瓶 我就出来了 就到了那个 process room 这个 access room 叫 这个在那里 休息一下 观察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上病房了 在那个小时里面 我实际上没有办法憋了 这个虽然保住 你知道这个 你不能使劲 完全不能使劲 你就这样拉出来 原来是那么的难的 尤其是那个平躺的 不能动 平躺 小便不是这个姿势的嘛 这个 哎呀 我就这个 这个就问 这个 这个 自己试试看了 对不对 我太太也不在身边 这个 这个也没有人能帮助我 那么好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 哎呀 又不能动 又不能车身 对吧 哎呀 我就试试看了 这个很艰难 就只有在靠祷告 好 当然 千辛万苦的 我拉出了第一泡尿 好 我的点在哪里呢 原来这个手术过程是很痛的 但是因为我整个脑子 一直想着拉这个泡尿 你知道吧 转移了 一泡尿就转移了我的痛苦 但我拉出来之后 我才开始觉得痛 你知道吗 我觉得神真的很有智慧 我真的住在那边 我就感谢神 虽然那泡尿 我拉得真的哩哩啦啦 也拉得真的很多 也没有人理我 我就放旁边 放歪了 就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 那尿一溅起来 满脸都是 那个护士也很好了 帮我擦脸了 我也很高兴 我说哎呀 真的啦啦 这条尿 就太高兴了 所以 这是一泡尿的故事 看见主的恩典 弟兄姊妹 这是你们祷告的结果 你知道吗 这个不可能的事 竟然会让我在整个过程里面 这个手是我最害怕的 我都这样子去度过了 好 再下去 开始有烧着的痛 这个烧着的痛 一直烧 这个在那边休息的时候 那个护士呢 就上了病 这个住院病房之后 就说你随时可以order 有几种的药给我看 我们通常去点菜 去餐馆 有很多菜你可以点 原来到医院 有很多药你可以点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的 他说有这种呢 叫Tinanol 就比较轻的 有种的Muffin Muffin 就比较重的 还有很多了 我就很不喜欢点这些东西 所以感谢主 我就跟主祷告 我说我不要点这些东西 那很奇怪 我祷告完了 我就睡着了 我就算了 睡的姿势 是不太好看的姿势 就痛嘛 就卷缩那个生死 所以但是呢 我就过了那个最艰难的时候 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很饿 很饿很饿很饿 那结果呢 原来后来吃的东西 真的内脏没那么痛 我说难道这个痛 是因为肚子饿吗 我也搞不清楚 然后我就跟那个护士讲 我可不可以点餐 他说点药就可以 点餐就没有 现在什么意愿 大概就不是餐馆了 所以到第二天 幸好也感谢主 因为我做手术的过程 师母跟我女儿去吃东西 他们没吃完 就不知道是特别为我买的 还是剩下的 我们知道吧 然后呢 就拿来了 就 我说我很饿 但是他只是塞了这个 我吃的也是 一看得出来也没吃什么东西 总之也吃得很辛苦了 但是后来我到了这个病房 我太太他们走了之后 他把那些 留下来了 然后我就开始在吃这个东西 哎呀 这个真是好吃 当天晚上吗 就当天还没到晚上 下午我已经很饿的受不了 然后 很多人说 这个 你不是说吗 这个Galafield Medical Center 是不好的医院 但是我说这个医院 当然我也不能说它好 但是有一样很好 他吃的东西很好吃 也许是因为我饿 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我吃了两餐 一个早餐 一个晚餐 都很好吃 那么包括我太太 剩下那个Left Over 我也觉得很好吃 所以我把它全部吃掉之后 吃完了 那晚餐又到了 我说我刚吃完了 晚餐怎么吃呢 他说不吃了 我就拿走 等一下不要拿走 我就把那些 留下来 在那个 我太太那个Left Over 那个器皿里面 把它弄下来 果然有用 到半夜的时候 饿到我 真的没办法 就把晚餐那个 又拿出来吃了 好 总的来说 意思就是说 内脏的痛 主用肚子饿 来为我解决 这个痛的问题 果然吃完之后 就不太痛了 你看到没有 主靠一泡尿 主靠了一个 吃这个肚子饿 主的恩典 真的是够我们用 这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所以我真的在这里 我真的满心感恩 所以今天 虽然头几天是非常的疲累的 一直睡一直睡 但是我无论如何 我都要跟大家讲 这个见证 我也知道 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 为我带祷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见证 所以我只是开一个头 开一个头来证明 我们的主是信职的神 祂是听祷告的神 在过程里面 虽然我会很害怕 但是主把猪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我们的信 这完全是圣灵的能力 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我忽然对将来 我就不太害怕 我本来不是害怕死 我是害怕过这个医疗的过程 但是我忽然就不怕 我觉得主一定会用 我最能接受的方式 即使我见主 都是很舒服的见主 我相信 如果不要我见主 那当然就更好了 大家为我祷告 所以我现在是做完这个 treatment之后 他四个礼拜之后 就看到效果了 行 或者再做 不行 也许也要再做 这个我当然很害怕了 这种的手术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如何 当然我们也继续 为四个礼拜之后的结果 我们继续为这个带导 好不好 弟兄姊妹 那如果真的不行 六个礼拜之后 我就要再做了 所以我先讲到前面 这个剩下来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自由交通 好不好 谢谢 我可不可以记述你 你的经历 对啊 因为还是 还有我的经历到今天为止 所以我从一样那个 我尽力感谢主 因为你从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是享受食物是你很久没有享受的 你只好像是食物没有太大的关心 所以你这一次有经历到食物的好事 那我要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自从三月离开那个养老院之后呢 我对食物什么食物怎么样都不用这样可以的 那个对什么什么食物怎么样你叫我开始去转那个湾去找那个餐馆 我不会去的 我现在是变了以前就是你要吃什么想吃什么 你开多少车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吃 为了那个吃 可是那个从三月之后我对吃那个喝木 我们呢不像我们一间高家我们 岳慕师也知道我们高家是很惨嘴的 吃货 吃东西是我们一家的神这样子 接着吃东西 庆祝什么的都是为了嘴巴 那么呢我就是感谢主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这样子这么久没东西吃 从来没有吃过 那么离开之后大家都一直说 阿俊你怎么我弄什么给你吃 你以为你没你这么喜欢吃的东西 最大的赏赐是吃东西 那可是我那个对吃东西那个 期望完全吃掉 那么呢我就是在在想 我说主啊 我说你这一次给我的教训 我有什么地方没有学到 还有什么地方没看到 主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我们要经历神的时候 就要将我们对神的敏感要放在同一路上 所以什么事情都会神说 这样的事情学什么 所以我很感谢主这一次 在过去这么多月离开那个养老园中 我每天所经历 每天我所看到 我经历到的是我看到神在做事 在我的身上所做理解我 我对他越来越明白 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这个恩典 来亲近神的话 你亲近他他一定就在哪 你要选择我们选择什么 为头我们的生活中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选择神 那么那我要分享就是最近呢 我第三的儿子呢 我在我儿子身上看到神给我的恩典 真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多 我真是充满了感谢喜乐的心 因为我知道 我神是这么信实的 我也看到我过去没有一段时间 说神不在我 我向祂求救的时候 祂不听 所以神是听祷告 可是神呢 我们也要用一个很敏感的心来 来看神在我们身上有做什么 来明白祂的事 所以刚才牧师说 祂肚子很饿可以吃 我可以想象到祂可以明白了 享受那个味道是多好吃 我的第三名儿子 我不晓得为什么最近 他煮东西煮得很好吃 以前我说你们两个人吃了一剩东西 我叫你吃吗 可是我第三个人说 不晓得那天我说 真是太好吃了 我每一样东西的感觉 经历都在感谢神 这是每一样吃饺 完全感觉这么好吃 我说主啊 你这么有智慧 你怎么晓得我喜欢这个味道 这样子 这没有一样东西是缺乏 完全有缺乏 所以这个 我为故事感谢主 因为他现在所要经历的 就是说更加 好像我们 好像一个洋葱这样子 一层一层 我们越过越亲近主 我们的心情越亲近主 主越会喜欢我们 给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来亲近主 然后就不要停止分享 主在我们身上 主赐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是我们最好 赞美主的见证 是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主 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可以赞美主 所以不是说 其实我跟他讲 那部时候我很急 直到他要去咖啡医院 我说这个不能够听 我说因为 说十个人进去 十个人不出来 所以我是很担心 后来我说 主 我就要将这个事情交给你 你来处理 只要怎么做 怎么样 我就赞美你 因为你知道 开始跟我们完 对 结束 所以我们只是路过 只经过 所以我们不要 要将我们所看的当作 我们这个是神的 神是给我们经历 祂的 祂的传门的权柄 祂所有传 全世界所有东西 都在祂的手中 完美之下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子 很肯定 我们明天出来 一定看到祂有那种肯定的话 我们就完全心里没有忧虑 我们看回头 神知道我们将来 所以神在圣经上 告诉我们 不停地告诉我们 祂怎么样 对祂的使命 听到话的 跟不听到的话得到什么 我们在圣经上 都可以看到 我们不用猜 神会做什么 神说我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 祂在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呢 我们看新约 一定要看旧约才知道 圣经一定是什么样的 好 所以我感谢祂 可以 也不是感谢祂 咱们 可以在这里 一起来分享 神的恩典 神的感觉 好 我交通 我交通了一下 王燕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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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交通一下 那个 就是 要不要录影啊 不要 要低调 大点声音 我的耳朵不好 他耳朵不好 OK 那个我 我 我是会 那个 就是 我讲那个牧师和师母的 因为 对我的 那个 怎么说 挺有激励的 就是因为我 我知道 其实人生病啊 尤其这种肿瘤性的呀 而且我也知道 这个干部 我也查了好多资料 我都觉得真的挺恐怖的 我也 我都为他们揪心 然后师母身体 那前一阵真的很不好 我真的很揪心 而且我也知道 其实一般人的表现 都是 就是碰到这种情况 真的都 垮了 就是一生有多强的人 像将军一样走一生的人 碰到这样也都不行 那我也见过基督徒 有一生病和他 之前说的也都完全不一样 就不好意思 我来美国见到的 可能最多的是基督徒吧 我也不知道神 为什么我看到这些 然后呢 那然后我就是他 牧师要去 就是星期四 要去那个 去做治疗之前的晚上 后来我和 我想了一想 我和七叔 我们说我们送最好的祝福 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然后我们就给打电话过去了 那师母可能没有想到 师母接的电话 然后师母 然后我问他 吃饭了没有 就是这样拉一下家常 然后最后呢 他就开始 他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他就说了 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讲 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的成长情况 什么那个后城怎么样成长了 然后别人怎样祷告了 然后我就乐 我就说天哪 我说你们明天都要进京赶考的人 然后他们是说 他们是说他们要去考试 他们要去拿高分 去拿信心的高分去了 他们说 他们不是说去治疗了 他们是这样的解释 你看这基督徒真了不起 然后结果跟我讲 然后我就乐 我就说 我说你明天要进京赶考 今天还跟这关心下一代 然后我就乐 我其实心里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没有 我长这么大 我没有太见过这样的人 我是觉得 我也不觉得 就是我们天然人 就本身就具备这个能力 肯定也不是 我觉得肯定是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中 神给他们很多很多 我就觉得他们很敏感 像牧师刚才讲那么细 就是他的过程中 就是很敏感 对神的恩典 很敏感 很敏感 所以就有感恩 我觉得 你像一般人 可能就是讲 从头到尾 就完事 我活过来了 我又好了 怎样怎样 那他把过程都讲出来 我真的很感动 我很爱听 所以我很鼓励他 把这段信 就这样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那个 启示录 神说 他说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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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也是过程 是吧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在人生中 就是一段过程嘛 刚才那个 对啊 那个朱莉也是这样讲 所以我 我是觉得我 我还是中年 所以我 我觉得我还 按说啊 那个正常情况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人生路要走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 就是被神拣选在这里 然后认识很多的基督徒 真的我认识基督徒最多 我仔细数一下 我来美国认识基督徒 我没有认识别的 好像别的人 人比较少 太奇怪了 就是讲的一个好朋友 对 我的好朋友全是基督徒 就是 就是在学校里啊 哪里的都是 好奇怪 然后我就觉得 我真是很感动 让我亲眼所见 基督徒是应该怎样生活的 我真的很感恩 这个牧师继续加油啊 好 谢谢谢谢 我讲短的 好 来 好 来 这个来 这个 这个 好 礼拜二呢 上个礼拜二呢 我就请了牧师师母 到我们家来吃饭 我想吧 他们想吃什么 我就做什么 他问了一下 想不想吃小烤羊排 来 哈哈 去用力吃过一次 我就拿 我这个 我自己的问题 有 就是 零失败的啊 从Costco买个羊肉回来 我就 准备烤 他们晚上就准时来 杨广子做的葱花饼 是牧师爱吃的啊 但是师母的牙不太好 那天我才知道 所以吃的比较少 牧师吃的不错 那天 那天我们是这样 我带牧师师母 在祖里面都是亲兄弟 什么一样的 就像对待我的小康弟弟 海英妹妹一样的 我是这么心疼他们 牧师身体这个状况 马上做手术 这个师母呢 身体本身就是不好的 所以我就 总是想用我的能力 能不能帮助一点点 但是呢 那天最高兴的是什么 杨幺那天下午 星期二下午 放了学以后就说 姥姥我可不可以 跟那个叶爷爷祷告 我可以啊 你祷告什么 那叶爷爷是不是做手术 我说是啊 那我说手术成功 早日康复行不行 我说太好了 我就抱着她的亲 我说娃娃怎么这么乖啊 因为我们在谈吐当中 就说的叶牧师 这个要开刀了 她回来就说这个话 我特别感动 这神啊真是 神是听小孩讲话 对 特别听这种纯尊的小孩 他的心就是很单纯的 为爷爷祷告 后来那天 我说可以可以 等一下你吃饭的时候 你就可以祷告 好 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祷告了 就讲了这个话 我就特别感动 我说神啊 就是这样的 用圣灵 感动到孩子身上 当然了 他也不是说 很会说这个话 是在这个之前有人预备给他了 对对对 因为陈帝的朋友 是非常好的 唱戏的那个人 那个人家里 他的媳妇 他的爸爸 脊椎上打了一个流 要开刀 那陈帝就当天 我们晚上八点钟 就是大陆的十二点钟嘛 对不对 差不多四个小时嘛 陈帝就说 在老远遥控啊 在家里 别的地方不在我们 杨阳在我们家里 说赶紧让杨阳 祷告 拿手机讲去 那杨阳说 我不会 我只会用英文 我说英文的老头也听不懂啊 在北京啊 老头在北京 在手术台上啊 我说 杨阳你就这么讲嘛 他要多多 你就说手术成功嘛 找着康复嘛 他小孩不太会组织这个语言 所以背了一段时间 他被他妈妈凶了好几句 他老是手术开刀 他就接不上手术开刀 我说成功 他妈的成功 他别讲 我说杨阳 别那么急躁 我说孩子在美国的这个学校里 都是讲的英文 我说你讲的这个中文 他不这么顺口 他说怎么这么不会呢 怎么这么记忆性不好呢 杨阳 不要 我这是一个爱心 放别人祷告 我们用爱心叫杨阳 不是你走 我要耐心跟他讲 杨阳你这么讲啊 好 他就开刀吧 你记得开刀就很痛 一定要成功啊 你跟他讲的道理 后来妈妈就背会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做了这个 之前做了这个准备了 就是那是星期一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那边 就到了那边星期一 老先生在这坐 首饰台上了 一个手机挖过去 他听了一句话 好高兴 第二天就说 很好 杨阳你看 主听你的道道 这个原因也好了 对不对 他还说主听不听到我的话 主听你的话 因为他为什么呢 我说小孩 那为什么小孩呢 因为小孩很听话 他也有不听话的小孩 我说不听话的小孩 主要主教导他 父母教导他 他就改得很快 改得很快 不就对了吗 所以主就喜欢小孩 所以我讲 这个神都预备好了 所以呢 祷告以后 我相信牧师师母 当时听了羊羊祷告 看着他长大 这么祷告 这么虔诚祷告 他心里是很得安慰 所以我讲 哎呀真是 神就是这样 预备我们所有人 爱主的人 爱弟兄姐妹 太好了 师母您讲 OK 真的 神是就万事互相效力 是要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是每个人都要得益处 对不起 我要坐下来 是真的是 真的是每个人都要得益处 所以我们祷告呢 我们是说 不仅是说 牧师啊身体啊 得益处好 而是每一个人 所有有份祷告 是教会 每一位 每个之地 通通要蒙福 是大家要得教育建造 是的 连羊羊 全部每一个有份的 通通 全部都要得益处 都要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不是说哪一个 光是牧师得了医治啊 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是向神大大张头啊 我们真的是要 所以呢 王爷那天打电话来啊 我马上心里说 我说哇 厚城啊好好啊 自己主动打电话来 哇 牧师真的不知道多得安慰啊 真的是啊 然后王爷啊 那个小琴啊 每一位啊 真的是 我们心里面多多温暖啊 不是说啊 看在那个那个 微信上 有人为你祷告 哇 方方啊小萱啊 每一个啊 每一个都在那里 阿门阿门啊 在祷告啊 真的每一个 我们都觉得 德瑶章弟兄啊 刚刚心受尽的弟兄啊 每一个啊 对啊 郁涛啊 每一个 我们真的觉得 好得安慰啊 这就是教会嘛 这就是肢体嘛 对不对 真的 我们心里牵挂的 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 然后现在有一个肢体受苦 整个教会都得益处 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 不是说 哦 那个牧师是病啊 不好的一件事情 是真的是 好事一桩啊 神得者荣耀 他也得益处 整个教会都见着 而且这一次呢 真的是有太多 太多可以交通的东西 那我自己的那个心路历程 有一天 我就跟这个牧师在家里 他讲他自己 整个那个心形 心路历程的转折 他讲完了以后 我也讲 我自己 那个整个心路历程的转折 所以日后呢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过程啊 要不然就写一本书出来 要不然 他也许没有精神了 要不然就用讲 日后 日后再把它整理一下 把有系统的整理一下 那我自己今天呢 就想光交通一件事情 就是那天呢 不是在微信上也讲了说 突然里面是下大雨了 那个 咖啡医院就通知我们 改期 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 两个人也祷告了 准备要出门了 那医院打电话来 改期了 说是 机器有故障 那我们真的是想起朱莉 说这个医院 完全不靠谱 但是 但是 我们心里 因为我们刚刚祷告完毕 平安 我们心里很平安 牧师马上说 是不是不用做了 已经得了医治了 我们第一个感觉说 这个医院真不靠谱 第二个感觉说 不用医了 好了 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坐下来吃东西了 可以坐下来吃东西了 不能吃东西了 因为本来是进食嘛 我们说是不是已经医治了 注意都医治好了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说 吃早餐了 吃早餐了 这样子 后来半个钟头之后 又打电话来 好了好了 修好 好耳飞 对不对 可是里面的感觉就是说 信而顺从 你不要讲那么多话 信而顺从 真的 我们在世界上啊 什么魂力都会用到 你就是顺服 你主叫你向东 你就向东 主叫你向西 你就向西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学呗 学呗 靠着主 喜乐 顺服下来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就这样子啊 那那我后来啊 牧师就跟我说 对啊 主如果要带我们去 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 阿们 学习 那 后来我我女儿发脾气啊 因为我女儿说 有没有搞错啊 这什么音乐呢 这样子 哈哈哈哈 我女儿的翻译 大家说等一下停电怎么办 哈哈哈 她说那个那个机器坏了 又说修好了 等一会儿做一半停了怎么办 就不要去了 我女儿就这样讲啊 这也很正常 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对啊 但是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信而顺服 对 我们就跟女儿说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我们的感觉就是顺服 别生气啊 别生气 不要变 就是这样子 结果后来 只有那一天那天上午 就是只有五十一个人去 哈哈哈哈 因为所有人都不愿意去 哈哈哈哈 本来他们很忙的 对 那个护士 我说咦怎么没人啊 就是说平常这里 像街市一样 哈哈哈哈 菜市场一样 十几个病人在这里 今天只有你一个 哈哈哈哈 真是 真是 神安排的这么美 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去的嘛 他也不靠谷 不是我们人干的 对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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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真是 知道分给的都是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让我们学 就是让我们学 那我女儿是很不高兴 其实护士也不高兴 因为他们要上班 本来全部都不来的话 那就都不上班 哈哈哈哈 光是我一个人 后来就是专人服事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学 你也不用埋怨 就学呗 感谢主 后来才晓得其实殴打了那个药 是几千块钱的药 如果你不去做 浪费掉了 不过是浪费我的 其他人都浪费掉了 这样子 那是他们的错误 那你没办法 那反正就是说 在过程途间 我们就说就是这么学 感谢主 真的感谢主 虽然真的是风大雨大 当时 那天真的很 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就是学习 那日后还有很多 希望是我们会很有系统的 在整个之前之后 慢慢的很有系统的 能够整个完整的过程 中间很多很多的反折 我女儿的学 我儿子的学 儿子很多很多的领会 中间都有很多 我们自己两夫妻之间的学习 那我相信 足有足的美意 那弟兄姊妹 我觉得都有很多的学习 感谢主 万事互相效应 洋洋给我们也很大的鼓励 那天在小秦家里 我们真的觉得好轻松 里面真的好轻松 一点都不已觉得说 明天要去做一个什么手术 很忧愁很挂虑 我们真的是觉得 就是信托给主 里面很轻松 一点都没有觉得说 要去干嘛干嘛干嘛 通通没有 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 真的是很有把握 里面是信托给主 那现在做完了 真的四个礼拜六个礼拜 我们也觉得 明天在主的神 对 我们今天与主同行 感谢主 喜乐平安 真的 诸般的平安 感谢主 好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交通 这准备吃饭啊 大肚子饿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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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